各位观众各位网友,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围炉スタート》, 我是邓飞校长 最近有一件事, 与荃湾某间中学, 关于十几位同学在升国旗仪式奏国歌的时候, 依然在学校的食堂那里, 还在吃早餐, 没有参与的仪式, 接着学校对他们做了处分的措施, 罚了停课, 这件事就报道了很多, 学校处分同学, 其实是一个很常见的事, 有什么值得这么大事报道呢, 这件事呢, 你要讨论的角度很多, 但最关键呢, 我要讲两点,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训辱, 或者我们坊间所说的训斗, 或者简单来说, 其实是纪律处分, 即是懲罰, 这个本身都属于教育的一部分, 学校里面去处分学生, 这个都是构成教育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我们一般平时所说的, 有训斗, 或者叫训辱, 有辅导, 一个就是罚, 一个就是哄, 其实两样都是属于教育的一个很重要的措施, 缺一不可的, 应该是两条腿走路的, 就是这样, 在这件事里面, 我们看到, 主要的争议点, 很多时候, 人们都说, 停货三天, 是不是很重, 这个是无从去判断, 到底停货三天是重还是不重的, 对于坊间很多人来说, 觉得停货好像很大件事, 但是, 如果你看看学校的处分规则, 有几种的, 最简单的就是警告, 接着就是记缺点, 接着就开始严重了, 记过, 包括记小过记大过, 当然最严重的就是所谓的踢出校, 这个一般来说, 现在就很罕见的了, 九年义务教育和十二年免费教育之下, 其实是不主张开除学生学籍的, 另外,在这几样的处分之中, 中间有架了一项就是停货, 停货有两种停货, 第一种停货就是离开课室, 但是还在校园范围内, 第二种停货就是什么, 就是不准在学校, 就是停货停几天, 回家自己反省, 停货到底是重的罚, 还是轻的罚, 就是怎么说的, 这个很难说到底是重还是轻的, 如果我们说警告和记缺点, 这些都是比较轻的罚, 如果说记小过记大过, 就是很严重的处分, 为什么呢? 因为要落成绩庇库, 要落畢业证书, 那可能直接影响到同学, 在将来去找工作做, 升学, 他的快乐说得适一点, 可能会化了, 这个就是很严重的处分, 我为什么这么强调, 到底在这件事里, 停货是重还是轻的处分, 是很难判断呢? 因为根本没有华一的标准, 很多时候, 我们说, 学校去处罚, 学校有校规, 不同的学校可以有不同的校规, 但是我有一个意见就是, 凡是牵涉到, 是要将一些统一的香港的法例, 融入到校规的时候, 比如国旗国徽国歌的条例, 这个是有香港的特区政府的法例, 把这些法例去变成, 学校的校规的一部份, 又比如国家安全法, 将国家安全法里面, 是相关的条文, 变成学校的校规一部份, 又或者, 可能大家读书都一起听过, 就是所谓手书包, 手书包的时候, 可能出现失恕的事件, 这些牵涉到刑事罪行条例, 是不是? 学校的校规, 有些跟法律未必有很大关系, 但是也有些校规, 是跟法律是直接相关, 是将一些法规, 融入到学校的校规里面的, 我经常有个意见, 就觉得, 凡是将香港的法例, 融入到校规里面的, 那些校规的法则, 是应该或日, 不应该考本自决的, 因为它背后的法律基础, 是全香港特区服用的, 国旗国徽, 国国条例, 全香港适用, 国家安全法, 全香港适用, 理论上也是全国适用的, 刑事罪行条例, 也是全香港适用的, 既然背后的法律基础是统一的时候, 校规, 尤其是跟法则相关的校规, 就应该是统一, 应该是或一的, 就不是由学校去, 自己校本自决, 校本自处, 因为很容易出现的情况, 比如, 同样的一个违规行为, 比如在升国旗周唱国歌儀式的时候, 这家学校出现了, 违规同学者的行为, 那家学校也出现了违规行为, 结果不同的学校, 有些是罰得重, 有些是罰得轻, 有些甚至可能会没有处理, 这个罰則的差异, 是make no sense, 罰則千差万别, 是没有意义的, 是完全不对的, 所以我才一再呼吁, 其实教育是应该就着罰则, 去有一个统一的指引, 因为背后是有一个统一的法律基础, 不应该是校本自己决定的, 第二点, 现在关于学校的学生训育工作, 或者训断工作, 有没有教育的指引? 有, 现在传媒引述最多, 就是每年都更新一次的, 就叫做学校行政搜册, 学校行政搜册里面, 其中有一部分, 就是说学校如何去处理, 训断工作, 或者训断工作的, 另外还有一份, 90年代的, 历史很悠久的, 就叫做学生训育工作指南的文件, 这两份文件, 都是跟学校如何处理, 学生的纪律问题, 违规问题, 训断问题, 是直接相关的, 这两份文件是重要的, 完不完整呢? 看你怎么说, 关于学校用什么程序, 去处理学生的违规问题, 这些文件都是界定得很清晰的, 比如初犯应该怎么做, 多次违规应该怎么做, 比如处理的时候, 要通知家长, 要学校哪个层级的老师去介入, 还有处分之后, 要有什么跟进辅导工作, 如果有一些是蓄意违规又如何, 有些是无心知失又如何, 是很清楚的, 整个处理学生的违规问题, 流程或者程序, 这些教育局的指引都是很清楚, 但是他只是在流程, 在程序上是很清楚的, 关于那些法则是没有的, 法则就是校本自主的, 校本自己决定的, 这件事我觉得是很不正确的, 正确做法就是流程, 固然之是要计定得很清楚, 但是法则也应该计定得很清楚, 尤其是牵涉到背后有统一的法律基础的, 那些校规的法则, 我强烈建议, 是应该不同的学校都应该有统一的标准, 包括今次牵涉到, 可能跟升国旗周唱国歌仪式相关的, 如果将来牵涉到跟国安法相关的, 法则更加应该是或一的, 多谢各位。